这场关于人性的杀戮游戏 依然还在继续 他们为了多活两分钟 用尽了各种卑鄙手段 所谓的伦理道德 在自己的小命面前全都成了狗屁 但人性也在这时出现了赏光 这个只有16岁的男孩 决定牺牲自己 让周围的其他成年人活下去 有人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 有人却完全不在意 人性的自私和残忍 再次被推向另一个极端 这时一个黑人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决定代替男孩自我牺牲 但这依旧没有卵用 剩下的人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游戏就会进入下一轮 男孩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但他依旧自愿选择牺牲自己 接下来 他们必须找到下一个自愿牺牲的人 是这个道貌岸然的成功人士 还是这个为普通人出生入死的大兵 在所有人都选择保住自己的情况下 他们争论的话题 再次转移到了小孩和孕妇身上 游戏规则只能活下来一个人 如果最后只剩下小孩和孕妇 他们就必须自己做出决定 这无疑是个残忍的选择 或者其他人提前帮他们做出决定 但投票的结果却是这样 这就是极端情况下的人性 但现在的情形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如果他们放弃投票小孩和孕妇 那总得有一个人被淘汰出去 那么谁才应该值得活下去 在意见不同意的情况下 那就只能先排除一击 但两边阵营的人数并不均衡 这个不会英语的西班牙男人 立马成了重视之地 两分钟时间一到 男人和小女孩被双双选中 但最后关头 男人选择了自我牺牲 被辛男的话 无疑引发了重力 可结果真的是你以为 最后还是有人于心不忍 更改了投票结果 此时双方阵营的人数依旧存在差异 以大兵为首的守护方 以长毛为首的自私方多出一个人 但就在大兵以为胜券在卧室 结果却是这样 这下两边的人数达到了一致 但对面漏算了一点 长毛这方有一对夫妻 如果大兵一方全部投这个妻子 那么他的老公肯定会加入大兵一方 两分钟时间一到 黑人被当场淘汰出去 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对男女根本不是夫妻 而是为了活命临时组队 他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眼看玩不下去 男人叫嚣着都是女人的主意 结果被当场淘汰 女人暂时躲过一截 但游戏依然还要继续下去 可双方都不能达成统一一截 结果时间一到 五个人被当场选中 看到这里 你猜到谁会活到最后了吗 先不要急着看下一集 可以把答案打在评论区 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对